是家裡有開道館 所以就跟著家裡一起練這樣 因為起初是我哥哥在練樓道 我的爸爸都會去看他比賽 然後還有我的舅舅是因為 就是跟那個教練 就是國小青沒讀嘛 然後我有不愛讀書 就被拉去練樓道 當初看那個校隊練習 國小的時候看那個校隊練習 然後就很有趣的時候去參加 去報名參加這樣 就是去比賽的時候 從小去比賽的時候 就是都有成績這樣 然後就喜歡 站在頒獎台的那個感覺 之前國高中的時候想說不能練這樣 他們就是 算是逼著我練 對 國三的時候那時候 教練特別的超這樣 所以就是每天都練 然後每天都練到晚上九點半 對 有傷 可是 我會 努力 挑戰好 呃 就平常心 對啊 因為到大學幾乎 大學研究所 然後幾乎 每個隊友都遇過這樣 然後就看當年的狀況 就 想辦法調適到最好的 比怪牙這樣 對 拿冠軍就冠軍 第一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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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牌 我覺得 呃 希望你可以先吃到 酒塞 等我 好 之前 找到 他 了 超級 超級 聰明 洪廈